其实我对我老伴挺好的 说说为啥我哭的 我哭到现在这种程度 都五年了 想起来还是演了一把茶 我给他做手势 就是青年节我给他做的 需要读一下吗 给你看吧 你读一下吧我也听听 我就想承代一下 没事就想激光艾丝嘛 你看他说得太吓扯淡 但实际上心里还是有一份牵挂 我觉得这样的女人重情重义啊 清明时节 阴沉沉 夫妻嫁鹤 母精存 怀念思绪 泪脸痕 穷穷竭力 无人寻 这时死 他写了一个象 清明人亲 想亲人 嫁鹤西去 到如今 泪眼滴滴 水之痕 枯木封寸 何时寸 刘阿姨把对老伴的思念 都写成了诗来寄托爱字 看得出来他是个感情细腻并且深情的人 这不是越来越符合朱大爷的要求了吗 那么听完了这两首诗 朱大爷是什么反应呢 最后这个韵律有点问题 对 就是说那上一句要赏声和去声 然后下一句是音频或扬评 他这样听起来舒服朗朗上口 我真没想到大爷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就是我真的我就觉得好像那我家里人去世了 我还得照着五线朴枯 他说按照那个听着舒服 可你这么说人家心里也舒服 就是其实我觉得虽然说 他是对自己已去的这种丈夫的一种哀思 一种寄托 但同时呢也能感觉出来 这个阿姨是一个感情细腻 在以后你们两个人的生活当中呢 可能对你呢也是有情有义的 那是不是是这样 阿姨这头呢是丧偶 所以呢他这个感情流露啊 他自己知道怎么回事 大爷这头是离异 他是不是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所以理解不上去呢 也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感觉就算你的前任是离异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说两句暖话啊 也不能说哎呀你个赏声 你个去声 你这个你能不能不知声